好 最后讲一下每张单元测试 我们每一张 每一个功能最后都有个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第一步呢 就要测试一下之前的用力是不是成功 虽然我们之前只有一张 但是慢慢往后做之后 这个过程就多了 比如比如说我们做到最后一部分 我们测试之前的用力 那就很多了 然后先测试之前的是不是成功 如果之前有问题 专业时间改 改完之后我们再继续 然后再去开发新用力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个 修改基本心意的这个用力 但这个地方要穿入固给 而呼给就是说 我们要让它实现这个登录 就是能绕过登录验证这个环节 这个我们之前在做那个 之前的代理测试就已经说过 好 那我们这儿可以直接去演示一下 先把这个代码给整理一下 OK 之前的login.test.gs这里面 我们可以在控制台里面 直接去运行一下 npm run test 就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写 然后我们直接去运行之前的用力 看看能不能成功 好 成功了没问题 对吧 没问题之后 我们才可以放心的往下写 万一之前有问题 我们再写新的再写出新问题来 那这两个问题不就混在一块了吗 就不好解决 对吧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要写的这个 修改用户信息 也可以在这里面直接去写 因为我们之前的用力里面 有注册 对吧 然后注册完事之后 要登录 对吧 其实登录之后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写什么 就可以写修改基本信息 对吧 修改基本信息 就登录之后 我们就可以分手往下写了 修改基本信息应该成功 跟之前一样 定一个一步函数 然后这里面也是去用 为此servor.patch 大家注意啊 patch就是修改基本信息的方法是patch 对吧 然后apiuser changeinfo 然后点send 好 修改基本信息 我们要传入的参数 大家回顾一下 需要nickname nickname 我们就随便传了 比如说测试尼程 可以吧 没问题啊 然后city 测试程式 对吧 然后picture picture我们这也可以突边写 比如test 叫png 反正就是单元测试嘛 就是测试数据能不能打通 对吧 这个这个图片是不是有没有 这个不是很关键 总之我们也传入这几个数据 然后他最后一步不要忘了 sitcookie 好 cookie呢 在登陆的时候就已经获取了 登陆完之后就已经获取了 然后sitcookie这个呢 我们之前在做那个删除用户的时候 也用过 对吧 它是为了绕过登陆验证 就是传入cookie之后 就证明是你已经登陆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期望 expect 然后response box.body.arron number.2b0 对吧 就是修改之后 能返回是 arron number 返回是0 就是那已经成功了 继续啊 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应该成功 我就快点写了 这个 完全是一个套路 然后 也是patch 路由是api user change password 然后 点send 需要发入一个数据 对吧 一个数据 password是谁呢 就是 现有密码是谁 现有密码就是什么 就是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定的密码 这个密码一直没动 所以这是现有密码 我们直接把它挪过来 然后新密码 新密码 我们可以再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 密码是p开头 对吧 p 先往先 你就可以用 单线时间车就行了 跟那个上面格式是一样的 但这个时间 获取的时间车 和上面获取的时间车 就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上面 获取完时间车之后 执行到这儿来 这个时间肯定就变了 对吧 这时间就 至少走了好几十毫秒了 甚至是好几千毫秒 都有可能 然后我们期望 就修改密码 期望它能成功 然后response.body.lnumber.2b0 好 这是修改密码 对吧 好 修改机 并修改密码 修改完密码之后 我们要干嘛 退出登录 对吧 我们可以在删除之后 再退出登录 删除和退出登录 它们没有关系 讲删除值 删除数据库的东西 它session还在 我们退出登录 应该是 删除session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退出登录应该成功 OK 三个第二 poster 现在是poster 然后接口应该是 api.user.logout 好 然后别忘了 cookie 然后expect response.theirbody.arrow.number.2b0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删除之后 再去做退出呢 因为你退出 是把session给清空了 对吧 如果你退出之后再删除 我们说过删除的时候 我们有个登录验证 那你都退出了 把session都删除了 然后你的登录验证 肯定不成功 对吧 就如果这两个调删出去的话 删除会一直是失败 所以失败那肯定是不行 所以我们就先删除再退出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好 我们起完之后呢 我们就先去跑一下 看看有没有报错 稍等一下 有一个错误 我们看一下 那修改密码应该成功 这个地方还报错了 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报了什么错误 我们可以通过通知它看一下 这儿没有 这儿没有 然后 我先自己找一下 找一下完事之后 我们下一节再去 把这个错误给说一下 那另外下一节正好是做总结 好 我们整件先到这儿 然后正常有一个问题 我可以先找一下 然后再回来再跟大家说 谢谢大家